这是一道送分题 我们都知道 元气其实有很多种类的兑换圈 不同品质的兑换圈 分别可以兑换不同品质的武器或种子 那白色的兑换圈 只能兑换出白色武器吗 A 只能兑换出白色武器 B 能兑换出更高品质的武器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白色兑换圈 能兑换出更高品质的武器 第二题 基础题 众所周知 在元气骑士中 七血鬼R技能一卷漩涡 能创造一个黑洞 吸引附近的敌人与敌我双方的子弹 并吸取血量 那蓄力加快天赋 会对该技能造成哪些影响 A 技能每一次吸取更多的血量 B 提高技能吸取的频率 C 对技能没有影响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蓄力加快天赋 会提高技能吸取的频率 我们可以恢复更多的血量 第三题 一错题 我们都知道 狂战士R技能 能使当前武器攻击变得分散 但有些武器 不吃狂战士R技能的效果 死灵法杖每次能召唤一个骷髅兵 那狂战士R技能 使用死灵法杖会发生什么 A 只能召唤一个骷髅兵 B 能召唤大量正常版骷髅兵 C 能召唤大量缩小版骷髅兵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C 狂战士R技能 使用死灵法杖 能召唤大量缩小版骷髅兵 第四题 判断题 有粉丝说 在元气骑士中 如果遇到不喜欢的选赏 只需要重新下载存档 选赏就会发生变化 请问这句话是否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A 这句话正确 第五题 附加题 我们都知道 在元气骑士中 幻影法杖能召唤一个分身 用狂战士R技能 使用幻影法杖 会召唤出多少个分身 A 召唤一个分身 B 召唤一个分身 会召唤四个分身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会召唤出四个分身 Simp B 准备